大家好我是BF好久不見啦 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呢 再來給他看一次 咱們的原子暴風雪盾牌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玩這種 非常沒有效率的隊伍 但是可以打到蠻高 應該說期望可以打到蠻高的樣子 好啦 那一直以來就是這個隊伍啦 原子暴風雪 那盾牌的原因是因為電盾得出來嘛 所以導致會不會其實可以玩 但是之前玩過很多很多次了 大概啦 就是40到60關之間就會給他崩掉了 而且呢 都會玩到非常非常的久就對了 好啦 但是但是 欸 沒錯 我們這一次暴風雪的那個特性也出來了 果然啦 當我今天可以主動的控制一個特性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的實用性就完完全全不一樣了 雖然說暴風雪的特性會讓你的速度減慢 速度減慢的部分減半 這樣聽講 大家聽得懂嗎 但是呢 因為我可以透過主動的合成 讓全場的怪物呢 都變 都停止 所以導致 欸 就算後面我明明快要崩了 但是我因為暴風雪的關係 我可以主動的去合成 讓怪物去ㄍ住的樣子 所以可以活的下去 我覺得這一點還不錯 只不過啦 我覺得一直有一個bug啦 因為他冰住的時間真的太短了 完完全全不像是一秒鐘到三秒鐘的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我都不加速的樣子可以看到 那個冰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可能他連緩速的時間都除以二了 如果他連緩速的時間 時間 我剛剛講的時間 正常的話呢 我覺得啦 應該是可以滿好用的 沒錯 好啦 簡單講一下這一對的結論啦 這一對的結論呢就是 其實他比以前還要走得非常非常的遠 那有很多很多次的原因 都是依靠著暴風雪 我們快要崩的時候呢 就要靠暴風雪去合成去ㄍ住他 只不過啦 我覺得他到極限遠的話 也不會到多遠就對了 他不會到傳說中的無限遠 因為畢竟我們的錢有限 而怪物的錢呢是 我們要花的錢是無限 而怪物的錢呢 永永遠遠一隻就只有50塊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他有改版下 我真的他應該改了啦 就是怪物的錢給多一點嘛 對不對 就是至少今天是八王嘛 對不對 八隻一般的王 那至少我到80塊 一隻小兵給到80塊錢 我覺得應該不為過啦 如果真的有這樣改的話呢 這一隊應該就可以持續再上決 只不過啦 說真的 他走非常非常的久 我們這邊呢 總共花了一個小時又13分鐘吧 我們只走到104回合而已 對 而且我們必須要兩邊 都全程再現才可以 所以硬要說這一隊有什麼用嗎 我個人覺得可能就只是換一個打法 然後如果你時間很多的話 如果你想要帶人的話 或許這一隊是一個可以玩的 只要你不要求效率是慢慢的玩的話 但是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我個人覺得啦 暴風雪的特性是一定要有 所以暴風雪至少要10等 但是原子的話 反而覺得沒關係 原子有沒有10等 我覺得倒無所謂啦 因為畢竟 他不開特性還是很強 只不過你不開特性 欸沒有 其實就算開了 我也只是打王比較兇一點對不對 因為就算不開的話 我在中間的排位 我在中間那個位子 也只能去畫到一點點的怪物而已 那一點點我覺得其實無傷大雅啦 只不過你今天在外面的話 你可以打到反而更大 雖然說他最近有更新過傷害更高 但是我覺得影響不大啦 我說是影響不大 是對於這隊而言 但是我對於原子本身而言的話 我覺得還是開起來會比較好 如果你有得開的話 一定是有好無壞啦 那盾牌的話 我覺得是可有可無啦 因為畢竟很久以前就玩過類似的隊伍了 差不多都是在40到70回合 我剛剛40到60了 差不多啦 反正40到70 40到80應該沒有到80 40到70這段就會崩掉了 不管有沒有電盾 對不管有沒有電盾 因為電盾始終他還是給你一個隨機的 但是今天有爆風雪的話 就不一定是隨機了 我可以主動的去合成 去閃這件事情 好啦我們現在到第15回合了 那這個隊伍呢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他聞到一個靠北 基本上啦不太會崩啦 只要我們小丑有去拉到成長 然後慢慢的給他成長上去 由轉王來轉也沒有關係 而且最好再配上寒冰圖 我覺得寒冰圖應該是必備的啦 如果要的話 我還真的想不到 還要用什麼圖 可以來代替這個位置就對了啦 而且寒冰圖現在可以把王的技能給困住 王的技能給困住的話 我們的成長就有 呃 就可以透過在王之王之間的放個技能 原本是10秒鐘嘛對不對 我現在成長大概只要8等9等 就可以在轉王中間去放技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圖 反而變得有一點實用 只不過這個地圖會變得很拖時間 因為畢竟我每10秒就會冰封4秒鐘 其實也是蠻可怕的就對了 雖然說對新手就是友善 但是如果你要打效率的話 其實用這個圖不太行 好啦來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100關吧 有沒有這實在是有過快的 因為中間基本上他的玩法都是一模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的玩起來的話 兩邊都是這個地圖 我覺得算是 兩邊都是這個隊伍我覺得是最好 因為盾牌他兩邊都可以打 對暴風雪兩邊都可以緩 所以我覺得這個隊伍應該是 完完全全對稱的 應該找不到再更好的隊伍了 除非可能要把哪一個骰子換掉 如果要這三個骰子的話 應該就是這樣子的 沒得再去挑了 好啦現在到101回合 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 我們這邊到底打多久吧 然後為了感受一下那暴風雪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給他加速 我們給他看到底 因為最後其實我靠暴風雪在那邊凹 結果是完完全全凹不回來的就對了 然後我們這邊一關其實也打蠻久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有原子跟盾牌在那邊 慢慢的去搞人家就好了 好那這一波下去是來一個史萊姆 原本最害怕的史萊姆 那二王是咱們的哀王 不過也無所謂 反正我都是打趴傷 這個時候會不會其實 我把暴風雪拿掉然後換聖劫 就其實跟一般一樣有沒有 我之前那裡有拍對不對 然後我好像沒有上賣一隻 然後現在的原子跟盾牌都加強了 那其實會不會帶聖劫會更香一點點呢 好了那這個時候盾牌把怪物給他剪頭剪掉 可是我覺得帶聖劫 那還是不如帶暴風雪好了 反正我還是可以戳兩下 我還是可以把怪物緩住 緩住的話是不是其實我的傷害更高呢 應該說定住 那當然如果說要定住的話 那我乾脆帶沉默啊 我為什麼要暴風雪呢 因為這個緩速其實沒有什麼用 有啦還是有一點點用處 只不過感受不大 對感受不大 那我會不會乾脆兩邊都帶著 原子沉默盾牌會更好呢 同樣的狀況我沉默可以封更久 對雖然說他不一定是封到同一隻 有可能如果怪物太多的話就會跑過去 但是對啊 好啦那再說那是另外一個想法 好啦我們這邊把史萊姆給他碾掉了 活生生的碾掉 這個感覺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冷就對了 然後畫面真的是亂到一個靠杯 有暴風雪的run有寒冰地圖在那邊run 也有盾牌一堆的盾牌 然後又有原子的那邊飛蚊陣 而且他顏色都非常非常的相近 實在是有一點可怕 好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對面的原子 我現在這樣看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對面的原子 為什麼轉的比我還快 我明明也已經給他升滿了 而原子這個骰子呢 本身他不會因為你的等級而加速你的轉速啊 所以說是不是我哪裡出錯了 對面明顯感受比我還要來的快 也不會跟星數有關係 因為他說轉一圈嘛對不對 好啦這一波是104回了 這邊的話我們會倒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有些前面看起來的話其實還蠻歐的啊 我們搞不懂為什麼這邊就會崩掉 我這邊的網已經處理掉了 那對面那邊還沒有辦法處理掉 有一點點的危險 不過沒有關係我這裡還有蠻多骰子 欸沒有這裡剩下一顆四星的在那個位置而已 那我這個十字路口那邊很像 只有一個四星可以穴到一點點而已 我後面還有一個四星在那邊 可是那邊有一點點浪費 那整體而已呢 我們在中路這邊只穴的不多 但是這一波被轉下去的話其實機會還不錯的 只剩下一些小兵而已 為什麼會倒在這裡 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他的成長沒有給他長上去 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有寒冰地圖 給他冰在4秒鐘 我這邊暴風雪有一大堆啦 一大堆的情況下他這邊成長還在給他成長 我很像知道問題出來哪裡了 因為這幾隻怪物有一點難躺住 你知道嗎 我這邊冰了一個四星的暴風雪可以感受一下 這暴風雪下去的秒數 其實沒有很長好了 就這樣結束了 對就這樣子而已 一點點一瞬間就沒了 那一星的話很像也還不到一秒鐘 就沒了就跑掉了 這時間實在是有一點短 真的有一點點危險 然後兩邊已經完全全沒有機會了 我這邊有兩個六星的小丑完全沒有機會 不然的話我就應該把小丑給他硬硬上去才可以啊 結果就是他崩掉了 這個時候我覺得聖劍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過也只有最後這一瞬間 不過其實一開始暴風雪不錯 難道說我必須要拿4顆嗎 把他成長而已 然後剩下全部把小丑也換成聖劍嗎 真的要玩到這麼硬嗎 我總覺得有點沒必要就是了吧 但是這個隊伍 確實因為暴風雪的關係 走的比以前還要來的遠 只不過我覺得還是不太實用啦 因為可以看到我的錢的話 其實也已經花到底了 他的錢其實花得滿硬的 而且我每隻王都會被搞的話 有一點危險 但是唯一的好處如果是轉王的話 可以讓我的星數再給他補回來 大概至少補個兩次以上 這樣說會不會讓一來一往 其實這隊也是一個另類的勇動機就對了 只不過魔術師就有點靠杯就是了 OK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